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老树根魔法木工房资心长江明文 老树根是一个传统的木头制造玩具工厂 我們這個工廠是台灣會常傳統的一個小小工廠 在民國69年的時候 它是製造原木兒童的教具跟玩具的 那麼大概做了十多年以後 因為台灣開放大陸投資 所以整個的產業都移到大陸去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再也把這個產品銷回來 它的成本大概低了40倍 所以我們這個玩具教具就沒有辦法做 我們就做了第一次的轉型 把它轉為製造兒童的遊樂設備 那麼當時是前台灣只有三家 政府許可可以製造遊樂設備的工廠 老樹根因為它有很長的過去的一個累積的時間 在民國69年到現在大概將近30年的時間 都不離這個以木頭的元素 那麼它過去的這個客戶的對象 或者是產品的方向也都是在學校的教具 或者學校的遊樂設備 所以我們長期跟學校接觸 那麼跟接觸 那麼對於學校的需求 對於教學的各種層面的需求 有片片 有很不間斷的一些累積跟學習 所以在品牌的這個塑造方面 我們初期呢 我們希望打造這裡是一個4歲到14歲 這樣的一個遊學 創意的一個學習的一個環境 從品牌來講的話 非常focus地鎖定在這樣的一個年齡層裡面 讓它是一個親子的 讓它是一個學習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首先我們以木頭的核心 將木頭結合 將木頭結合科學 就變成科學的木頭 那我們主要的學習重心是科學 將木頭結合藝術 就變成藝術的木頭 我們的學習的重點就是藝術 木頭將木頭跟創意結合 就變成創意的木頭等等 那這樣的主要一個核心以後 我們首先從學校 從學校來開始來著手 所以我們設計了 我們另外設計了26種的留學套餐 針對從6歲到86歲的小學 幼稚園 國中高中大師 社區的人 社區的餐廳 這個餐廳等等 連工廠的公司的觀光等等 有26種套餐 那麼初期以這26種套餐 來開始來推動這種體驗的經濟 跟體驗的留學 那麼第二種就是我們 原創的這個產品的開發 那麼老樹根轉型了以後 從原來的這個傳統的產品 當然傳統的產品還在做 我們還有一個工廠還在生產的文具 那麼這個另外我們開發一條 文化創意商品的路線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台灣的文化木偶 那麼未來還要成立一個台灣 為木偶的文化館 那麼希望還能夠打造整個社區 是一個木偶的一個 故鄉木偶的社區 那麼讓這裡成為台灣第一個 木偶的工廠 也讓這裡成為台灣第一個 說用木偶說故事的工廠 還可以吃木頭餅 還可以吃木工膏 未來還要做木頭的養生餐 我的意思要舉例是說 以木頭為核心 木頭是人類的生活裡面非常 食衣住行育樂 你都要用到木頭 所以這裡面 你就有非常多的一個空間 你木頭跟cake連結 你就會有一個老樹根的工坊 老樹根的一個cake工坊 那你就會做很多的cake 老樹根木頭裡面跟劇場結合 你就會有很多戲劇 我們做了很多創意的布袋 那你就可以演劇場 然後可以做劇場的發揮 所以木頭它是一個人生活裡面 實力住行裡面 各種題材各種創意 你都可以做的 所以它基本上創意的來源 是不也會玩的 重要是要找到台灣的元素 台灣在地的元素 讓這些元素 加上用我們木頭材質來做發展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 很有創意的一個生命的 把木頭做出有生命 有文化的產品 老樹根設定了很長的發展 一個奇成 現在只是起故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從進入把一個工廠 傳統工廠轉型的觀光工廠 再用很短的時間裡面 讓它變成一個創意產業園區 再讓很短的時間裡面 讓它變成了一個文創的一個園區 那麼因為我們老樹根 是所有觀光工廠裡面比較小型 既然有這樣小型的優點 所以我們在六個六連裡面 我們已經做了S型的跳躍 不只是觀光工廠這個工廠 已經變成了一個文化創意的工廠 所以未來它的路土 我們設定了20米的發展 那麼從轉型觀光工廠的前三年 我們做了環境的整備 那麼後三年 第二個三年 我們做了這個活動的準備 以及做這個市營運 那麼現在是第六年 那麼未來就是第七年 現在第七年 那麼我們在未來三個月 我們會成立三個館 一個是木耳文化館 一個是創意的演藝館 就是劇場 另外一個是一個品牌的木耳館 那麼這樣的話就變成了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期工作 明年底就是九年了 我們完成第三期 我們這裡有一個創意的 這個藝術 創意藝術空間 我們要提供給藝術的工作者 然後大學生 藝術系的設計系 美術系這些創學生 作為創造的原地 這是我們第三期 那麼我在想 這個地方一定有值得你來的地方 趕快啦 我們這個地方有非常好的一個產品 有很好的活動 有很好的服務 讓你來這裡體驗 讓你來這裡做發揮創意 觀光工廠精彩一百 讚